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1月23日 慕逊家伯立誓斗来 大年初二凌晨 得甲16轮继续进行 慕逊家伯主营利滑鼓训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慕逊家伯经济主场战绩出众 多次贡献大胜 此番坐镇主场 慕逊家伯必然看高一线 慕逊家伯过去几个赛季一直在中游附近徘徊 球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自然也没有太多非分之想 不过经济球队展现出了特殊的一面 他们6胜4和5负战绩背后 隐藏着主场6胜2负的数据 可以说慕逊家伯联赛至今主场战绩 能够比肩半人和来比息 而客战却未长一胜 主场龙克场虫的属性表露无遗 刚刚得到世界杯亚军的法国国脚马古斯 杜林在慕逊家伯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在球队过去4场德甲主场比赛场场建功 本赛季更有机会争夺德甲金靴 除此之外 拉美 宾斯拜尼等球员也处于良好状态中 他们将会为慕逊家伯冲锋陷阵 失忆面对经济实力大打折扣的丽华古逊 慕逊家伯主场称雄无悬念 丽华古逊多年来一直是得假实力分子 上季更是冲上前三 仅次于拜仁和多蒙特 本赛季丽华古逊开局不利 遭遇三连败后迟迟未能恢复元气 直到去年11月才以一波三连胜宣告复苏 不过遗憾的是 此后进入了整整两个多月的休赛期 丽华古逊球员的状态早已已去不复返 虽然近年丽华古逊与慕逊家伯交锋存在一定优势 但前者本赛季已经堕落 战斗力不比以往 丽华古逊死刑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后卫天莫菲科素文莎 中场查理斯阿兰基斯和前锋博德烈 舒西克音商眷情 谢谢你的收听 麻烦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